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8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台东县政府8号举办了113年 台东县深层海水产业辅导 即TTBLUE产品开发成果发表会 展示台东蓝TTBLUE的品牌产品 以及多年来研发的成果 呈现台东蓝经产业的丰富潜力和多元的应用 县长饶庆林表示 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成果发表会 鼓励更多深层海水特产以及服务的开发 推动台东在地的品牌 桌面上呈列出的商品 从食品、饮料、美容、保养等 全部都是以台东深层海水所开发出来的品项 台东县政府积极发展集聚地方特色的海洋产业 而为了展示封硕成果 今天举办113年台东县深层海水产业福岛 即TTBLUE产品开发成果发表会 展示台东蓝TTBLUE品牌产品 深海水中心的一个海洋 这样子的一个特色的一个设施 来针对这个南徽县的部分 来去拓展所谓的南徽 相关的一些部落 来去拓展相关游程的一个推动 硬起来讲 我们开始有水源之后 其实我们慢慢开始拓展 深化在地产业的一些 产品开发上面的一些福岛 台东县从113年3月成功取得了 自主且稳定的深层海水水源之后 积极推动相关产业发展 并创立了台东蓝TTBLUE 纯净深层海水品牌 不仅提升了消费者的新类感 还推动地方产业的共同成长 专联特色景点打造台东专属邮城等 以藉由深层海水资源连接民众 地方聚落以及企业 这几年现在一直跟园区在合作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更有耐心 我们希望能够 最重要是希望能够朝向产品的应用发展来去做 也毕竟在现在的 这个环境的污染这么的严重 在生成在大海之下的这个水 它非常的纯净 非常的好 资源非常的丰富 能够配合台东现在在发展的半经济 也希望能够海上海下 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一起合作 在今年度 县府辅导的9家业者 展示了10项新开发的深层海水商品 台东县府积极促进地方观光发展 结合地方以及中央资源 成功串联经济部深层海水中心 在第8家旅书业者 2家旅游业者 以及8个部落 共同推动南回县 至少4种以上的深层海水健康促进体验游程 以吸引更多游客参与 县府财经初表示 深层海水是台东县独有的珍贵资源 未来将持续投入资源 辅导在地业者开发更多创新产品 并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 让台东蓝金产业持续发光发热 接盘这里台东市报道